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而最终的鉴定结果更让人匪夷所思 孩子竟然有两个父亲 这名男子中等身材 皮肤有黑 像是从农村来的 身后的那个小男孩五六岁的样子 本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显得十分胆怯 一直紧张地拉着那个中年男子的衣角 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 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部门为他出去的委托书 要求是对他们两人进行亲属鉴定 具体说就是要鉴定他们俩是否是伯父跟侄子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来做鉴定的孩子都是父母带着来的 工作人员就问他 孩子的亲生父亲呢 他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小孩 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爹外出打工去了 不在北京 那他妈妈呢 做DNA鉴定最好是直系亲属 这样鉴定的准确度更高 这个男人再次看看那个男孩说 他妈妈已经死了 接着中年男子自我介绍 说我叫刘建忠 孩子叫刘晓宇 是我弟弟的儿子 晓宇今年六岁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 我准备给他报名上学的时候 才发现他没有户口 报户口时又发现他也没有出生证明 所以我们当地公安局的户籍科 让我们找你们做个鉴定 证明他是我弟弟的孩子 这样就可以给他上户口了 工作人员一看 既然是这种情况 那就按流程先踩你们俩的血样吧 但是一天要踩血 刘建忠的脸色立刻变了 他急忙说 同志 小宇是我弟弟的孩子 但从生下来就一直有我和我媳妇抚养 能不能不抽血 您这儿直接给我开个证明行吗 工作人员就说 那哪行 不做鉴定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是北京市司法局核准的正规鉴定机构 怎么可能不做鉴定就随便给你出证明呢 他吹下头想了一会儿说 那他能跟他奶奶做鉴定吗 工作人员继续耐心地给他解释 按理说也可以 但因为小宇是男孩 你又是他亲伯父 你们俩的外染色体一样 结论应该比孙子跟奶奶做更准确一些 所以你跟孩子做会更好一些 一听这话 刘建忠面露难色 鉴定人员也感到奇怪 申请要做鉴定的是他 不想做的还是他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言 刘建忠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无奈地踩了血 签署了鉴定协议书 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几天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但结果让在场的人感到震惊 本来是要鉴定输职关系的 但结果却是 刘建忠和刘晓宇是亲生父子关系 难道是鉴定出了问题 鉴定结果出错了 工作人员立刻联系了刘建忠 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无法按照委托要求 出去鉴定意见的 又过了几天 刘建忠又来到鉴定所 他肯定地说 是鉴定结论出了问题 他这次来要求工作人员能够跟他去趟监狱 去取小雨爸爸的血样 让他俩再做一次鉴定 刘建忠说 其实上次来我没敢说实话 我弟弟 也就是小雨的爸爸 是在市里的一所监狱服刑 担当着小雨的面 我们只说他爸爸去外地打工去了 前两天你们出的鉴定结果 不仅我不相信 他奶奶更不相信 一定要让小雨跟他监狱里的父亲 再做一次鉴定 为这事 他奶奶特意跑了趟监狱 跟监狱方面协商了半天 最终同意你能去采集我弟弟的血样 好做个鉴定 证明孩子就是我兄弟的 鉴定人对刘建忠说 其实鉴定结论已经很清楚了 是你的孩子就不可能是你弟弟的孩子 除非你和你弟弟是双胞胎 刘建忠辩解说 可是我妈和我根本不相信这样的结果 再说 那是我亲弟弟 我俩又长得很像 万一是你们弄错了呢 鉴定费我们照付 就让小雨跟我弟弟再做一次吧 在刘建忠的一再坚持下 鉴定所的工作人员只好随他来到了监狱 由于已经提前跟监狱方沟通过了 采集他弟弟刘建希血样的过程非常顺利 在采样的过程中 也许是身为囚犯的原因吧 他一句话也没有 甚至没有问起小雨 但在告知要采他的血样跟小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他显得有些吃惊 但什么也没说 工作人员将刘建希的血样和刘小雨的进行化验 结果显示 刘建希和刘小雨在已检测的19个基因座中 有5个基因座不一致 而刘建忠与刘小雨的19个基因座不仅完全匹配 而且清神指数达到10的6次方 这个数据说明 哥哥刘建忠才是刘小雨的亲生父亲 这个消息由重磅炸弹在这个家里炸开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次 鉴定所将电话打到了小雨家 恰好是小雨奶奶接的电话 鉴定人跟小雨奶奶详细解释了鉴定结果 在得知这样的结果后 小雨的奶奶拄着拐杖 让小雨的伯父带着 坐着拖拉机赶了十多里山路 又倒了几趟公交车 来到了鉴定所 小雨的奶奶头发花白 勾搂着身子瘦小枯干 工作人员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鉴定报告快递给你们的 真的没必要这么辛苦跑过来 小雨的伯父一脸苦笑 小雨的奶奶说 不 我就是要亲自来取这个结果 我要让建忠当着你们鉴定所的面 跟我说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他弟弟的孩子变成了他的亲生孩子 他怎么跟我们全家交代 刘建忠说 妈 咱们回家慢慢说不行吗 这事 哎 他叹了口气 抱着头蹲了下去 老太太依然不依不饶 你在这儿不说 回去是不是也得跟你媳妇说道说道 等你弟弟出来了 你也得跟他说吧 你满哄是满哄不过去了 刘建忠长叹了口气 说 这事怪我 真的怪我 妈 你也知道 咱来就小 建议所的同志啊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 我 我真是 哎 随着刘建忠的讲述 我们大概能还原出他们一家人所经历的情况 刘建忠打工回家 酒后做出荒唐事 结果进错了门 把弟媳妇当成自己的媳妇 事后两人尴尬万分 决定保守秘密 但弟媳竟然怀了孕 万一孩子是我的 你怎么办 难道真的不要了 弟媳生子时意外死亡 孩子的身世会被逼你刘建忆 知道吗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邓亚军 继续为您讲述 是国父母还是父亲 刘建忠两兄弟的父亲过世的早 兄弟俩由小雨的奶奶一手拉扯大 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 兄弟俩感情一直很好 即使各自成了家 也没有分开单过 都跟着小雨的奶奶一起在一个院生活 家是普通的农家小院 进了大门来有一个不大的院子 院子正中有个堂屋 相当于客厅 这个客厅的左右各有两间房子 前后都有门 后门通向院后 是厕所和租卷 小雨的奶奶住右边那个较大的房间 左边两间房 房门挨着 分别住着建忠和建西两口子 哥哥建忠常年在外打工 每年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来住些天 看看老人孩子陪陪媳妇 弟弟建西结婚后 为了家里能早点翻新房子 让一家人都住得宽裕些 也学着哥哥的样进城打工 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留在家中 有一年刚腊月十五 建忠就带着一年挣来的钱回家了 弟弟建西还没回来 建忠帮家里忙活了两天 腊月十八这天 媳妇回娘家了 同村的几个哥们也都陆陆续续从外面打工回来 晚上就凑在一起喝酒 建忠多喝了几杯 晚上回家后去后院上了个厕所 回来心里还直犯嘀咕 怎么两个屋的门帘子一模一样呢 结果进错了门 把弟媳妇当成自己的媳妇 干下了荒唐事 天快亮的时候 建忠的酒醒了 发现是在弟妹的床上 吓得赶紧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白天见了弟妹 两个人都特别不好意思 一句话也不敢说 都不敢正眼看一下弟妹 别扭了几天 建西也回来了 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了个年 过了正月十五 建忠建西两兄弟 又搭伴一起进城打工去了 那年五一的时候 同在一个城市的弟弟建西来看建忠 兄弟俩聊了会儿家常 建西就对建忠说 哥 我媳妇怀孕了 我也要当爹了呢 建忠随口就说 好事啊 几个月了 建西说 三个来月 应该就是过年那时候怀上的 建忠一听 心里不由地打开了鼓 过年那会儿 会不会是那个荒唐的晚上 刘建忠有了心事 工友们都能看出来 自从他得知地习肚子里怀了孩子 整日心神不宁 他怕事情败露 他怕这个孩子是他人 如果自己的媳妇或者弟弟知道了 该怎么办呢 处在这样的纠结中 他很想偷偷回去问问弟妹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就在他纠结要不要回趟家的时候 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弟妹的电话 弟妹在电话里问他 能不能抽空回来一趟 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量 弟妹从未给他打过电话 这次打电话叫他回去 是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他本来就不踏实的心 这下彻底悬了起来 弟妹说 你也不方便回家来 你买好票告诉我时间 我去车站那儿等你 刘建忠听后十分紧张 他立刻向工地请了假 一刻不停地赶了回来 单独与弟妹见面的他很不自然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他没话找话地问 几个月了 弟妹说 四个多月了 孩子就是过年那时候还上的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兄弟两个谁的 我找你回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 这事怎么办 在家里不能跟妈和嫂子说 更不敢跟建兮说 想来想去 还是把你叫回来 我听说有个什么亲子鉴定 就是怀着孕也能做的 要不我们去做个鉴定吧 如果孩子不是间隙的 我就不要了 你看行吗 刘建忠仔细打量弟妹 发现弟妹憔悴了很多 弟妹告诉刘建忠 刚发现怀孕时还挺高兴的 后来算了一下日子 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甚至不敢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别人 但由于早孕反应比较厉害 很快还是被西欣的嫂子发现了 随即告诉了婆婆 家里的另外两个女人对他加倍照顾 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还立刻打电话告诉了建兮 婆婆高兴的合不拢嘴 说你最好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弟妹说 可是这段时间自己晚上总是做噩梦 梦见剑西冲着我吼 问孩子为什么不是我的 我不得已才打电话给你 刘建忠说 都怪我都怪我那天喝多了酒 进错了门 你也是 那天你为什么不推开我 摇醒我呢 弟妹说 我哪推得动你 再说妈就在对面屋里住着 我怕声音一大把妈吵醒 让妈更加误会 刘建忠又沉默了半赏说 听剑西说你怀孕的时候 我也想过找你做个亲子鉴定 在城里我也咨询了一些地方 可是我总想着 这孩子有可能不是我的 再说 如果我们现在去做了这个亲子鉴定 万一孩子是我的 你怎么办 难道真的不要了 这会儿把孩子打掉 也没办法跟妈交代呀 妈肯定盼着得个大胖孙子呢 听剑中这么一说 弟妹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说能怎么办 刘建忠说 我也想了 如果孩子真是我的 我跟剑西是兄弟俩 我们俩长得也都挺像 别人是不会看出来的 这件事情就让他烂在肚子里 只有你知我知 千万不能让妈和剑西知道 否则家里会出大乱子的 你放心 无论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说完这些话 刘建忠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 说你拿去买点营养品补补吧 都怨我连累你也都瘦成这样了 回去好好养身体 刘建忠看着弟妹往家走 似乎也安心了 重新回到工地 心里安下决心 不管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一定帮着弟弟弟妹好好照顾他 就这样两人达成一事 只要这件事情不被人知道 全家人就能一无计划 得过安定日子 然而就在孩子将要出生之时 弟媳出世了 弟妹即将临产前 又恰封十一国庆节 弟弟刘建希辞了工作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准备陪着媳妇生孩子 一天晚上弟妹肚子开始疼了起来 估计要生了 只要他们一晚上 看着媳妇痛苦的样子 建希向村里的人 借了辆小麦包车 陪着媳妇去医院 路上弟妹拉着建希的手说 建希我可能不行了 孩子一定要保住 但我要跟你说句实话 孩子可能不是你的 但都是你们刘家的血脉 建希一愣 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那会是谁的 到了医院 孩子被泡妇产取出后 弟妹就不行了 医生推测 可能是羊水栓塞 导致产妇死亡 但弟妹终于满足了奶奶的愿望 生了个男孩 取名叫小雨 孩子的身份暴露 让兄弟俩反目成成 你说 你什么时候勾引上我媳妇的 哥哥道出事情原委 弟弟听后十分呜呼 回家路上把他人打成重伤 最终刘建希以重伤他人的罪名 破刑七年 弟习已经去世 弟弟刘建希入狱后 孩子该由谁来抚养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 邓亚军继续为您讲述 是婆父还是父亲 建希把孩子接回家 还没来得及料理媳妇的后事 就寻思开了 媳妇说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但还是我们刘家的血脉 难道这孩子是我哥的 刘建希越想越生气 他决定找哥哥问个明白 于是买了车票 去哥哥打工的地方 找哥哥算账去了 刘建中一看弟弟来了 一脸的愤怒和委屈 忙问 你怎么来了 不是在家照顾弟妹和孩子吗 我正准备给家里寄些钱回去呢 谁知刘建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你知道吗 我媳妇被你给害死了 刘建中吓了一跳 问怎么回事 弟妹怎么了 刘建希说 你怎么那么关心她 你说你什么时候勾引上我媳妇的 我媳妇临死前对我说 孩子可能不是我的 但是咱们家的血脉 那孩子不就是你的吗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勾引上我媳妇的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闻听弟弟此言 刘建中感觉像天塌了下来一样 和弟媳商量好的要保守秘密 怎么就被弟弟知道了呢 面对弟弟的愤怒 刘建中无言以对 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他该怎么办呢 刘建中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他急忙请了假 拉着刘建希离开了工地 到了中午饭的时间 他们进了一家小饭馆 要了一瓶白酒几个小菜 刘建中说 咱们先吃饭 我慢慢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哥俩一边吃一边喝 刘建中就把那天酒后进错房间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弟弟 不知不觉中 一斤白酒已经下肚了 刘建中说得多 刘建希喝得多 刘建中说 兄弟是哥哥对不住你 现在弟妹也不在了 孩子咱们全家都会帮着你养 过两年让你嫂子再给你说个媳妇 你别再生哥哥的气了 哥并不是故意欺负你媳妇 吃完饭 刘建中劝说弟弟回家 自己也返回工地 刘建希喝得多 走路有些不稳 没看清对面来人 一下就跟人撞在了一起 对方也是一年轻小伙 本来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 刘建希可能也在火头上 上来就跟对方骂了起来 然后就变成了互相撕打 刘建希趁那人不备 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 朝对方的脑袋拍了下去 小伙子无声地倒在地上 很快110和120都来了 建希直接被110带走 经法医鉴定 小伙子颅骨骨折 扮猪网膜下枪出血 是重伤 最终刘建希以重伤他人的罪名 祸刑七年 弟弟入狱了 家里塌了半边天 刘建中只好辞了城里的工作 回来照顾一家老小 老母亲在短时间内 不仅要接受儿媳妇 难产死去的现实 紧接着就是二儿子的 锒铛入狱 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婴儿 身体一下子垮掉了 整天要不离口 小宇只能由建中 跟他媳妇抚养 建中自己的女儿 比小宇也大不了几岁 两口子一下 要抚养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一个多病的老母亲 一家人的生活 很快陷入困境 但他已经跟弟弟弟妹承诺过 好好照顾小宇 但媳妇就不好说了 家境贫寒 生活困顿 作为一个母亲 总是雇着自己女儿多些 这也是小宇 没有其他同龄孩子活泼的原因 穷苦生活中 唯一令建中高兴的是 他跟弟弟的关系 慢慢和好如初了 自从弟弟出社后 他一直跑前跑后 忙着替弟弟请律师 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又定期去监狱看望弟弟 弟弟是真心原谅了哥哥 一晃六年过去了 转眼小宇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小宇由于母亲去世 父亲狱中服刑 一直没能报上户口 为了能让小宇按时上学 刘建中就想 以伯父的身份给小宇报户口 然而在办理的过程 他却遇到了麻烦 刘建中因此去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部门 跟户籍科咨询了相关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他 需要先证明小宇是他弟弟的儿子 才能上户口 但小宇没有出身证明 就需要去司法鉴定机构 做一个DNA鉴定 按规定 司法鉴定机构是可以接受个人 启示业单位 公检法机关委托进行鉴定的 但一般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做的亲子鉴定 主要是为了证明孩子是父母所生 不能是其他亲属 而本案的情况比较特殊 刘晓宇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 父亲在监狱服刑 伯父代为抚养 只要证明刘晓宇跟刘建中 具有疏职血缘关系 户籍管理部门就可以给刘晓宇报上户口 因此 户籍科出具了 鉴定他们具有疏职关系的委托书 这才有了节目开头 刘建中带着孩子来到我们鉴定所的那一幕 刘建中极力隐瞒的真相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呈现在他们一家人面前 是啊 在大家都还不知道刘晓宇身世的时候 刘建中是出于对弟弟弟妹的内疚和承诺 主动承担起了抚养刘晓宇的义务 妻子也还算通勤达理 但如果刘建中的妻子知道真相后 还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如果不同意接纳这个孩子 刘建中该怎么办 刘建中对刘晓宇有着怎样的抚养义务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关键词 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 婚姻法第25条规定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在狱中的晓宇名义上的父亲刘建西 不需要承担晓宇的抚养义务 婚姻法第21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第48条规定 对拒捕执行有关抚养费 赡养费 财产分割 遗产继承等判决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付协助执行的责任 也就是说 刘建中的妻子 无论他愿不愿意接受小语 刘建中对刘小语的抚养义务 都是必须要承担的 法律上说得很清楚 可是妻子能从情理上原谅丈夫 真心接受小语吗 建中回去后 当着奶奶的面 跪在了媳妇面前 告诉了媳妇小语的真实身世 建中的妻子十分震惊 本以为她会大哭大闹 谁知她却说 以前我看着你对小语那么好 甚至都不管咱们的女儿 我就觉得奇怪 心里始终别别扭扭的 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才是她的亲爹 说心里话 小语这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吗 又是我一手带大的 哎 既然是这样 我争取以后好好对她 不能让外人觉得我嫌弃她 后来 根据亲子鉴定的结果 邮件中将小语的户口 抱在了自己家中 小语也顺利地上学了 亲子鉴定 鉴定出了小语的亲生父亲 但却无法鉴定 小语一家多传的命运 本案中小语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她生下来就失去了父母的疼爱 寄居在伯母的屋檐下 多年后 如果小语知道了真相 将会如何面对养育她的 刘建中一家 其实人生从来都没有如果 生活不是心存侥幸 而是需要每个人都真诚面对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她怀孕后 得知孩子并不是丈夫的 但她却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丈夫产生了怀疑 她决定请鉴定机构 帮忙隐瞒真相 重新出一个 他们具有父子关系的鉴定结论 鉴定机构不予作假 她又该如何向丈夫交代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 邓亚军下期 为您讲述孩子不是丈夫的 至少的重新出一个